19世纪中期 加利福尼亚淘金热 为美国的西海岸带来了数千定屈者 但是寻找黄金可能比运输金子回东部容易 例面六个月舟车劳顿的唯一办法 是去美洲大陆最窄的地方 48公里长的巴拿马地侠 直到1855年 跨越这个区域的铁路极大程度上缩短了旅行时间 但是在码头装载与卸载这些船 只耗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 想真正连接这两片水域 航运业需要一条运河 一个穿过地匣的连续海上通道 1881年 在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德雷塞布的带领下 进行了这个庞大工程的第一次尝试 德雷塞布监督了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建造 但是他的成功使他过于自信 他坚持在海平面高度修造运河 即便此举需要直接通过大陆分水岭钻孔 徒劳无功的开采被持续的他方所掩埋 另外 这位外交官仅在巴拿马的干旱期访问过开采场所 他的工人们并没有为暴雨 有毒的丛林动物和热带疾病做好准备 在花费了2.87亿美金 和造成了惊人的两万两千人死亡的情况下 法国人放弃了这个项目 美国一直在考虑修建一条穿过尼亚加拉的运河 但当时在法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的机会非常诱人 巴拿马的领导人也希望建造一条可以给国家带来商机和声誉的运河 然而 当时巴拿马仍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 哥伦比亚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 在美国的鼓励和军事帮助下 巴拿马于1903年发动了军事政变 几天之内 巴拿马便成为了独立的国家 并且签署了条约来开始建造运河 就在法国离开的恰好十年后 美国人便准备介入 并且决心避免法国的问题 美国人不把山降到海平面 而是把海提高到了山的高度 计划是修建巨大的钢闸门 把运河分成拥有不同水位的不同河段 当船只经过 每个连续的闸门便会开启 使另一个分割河段的水位下降 与此同时把船只变高允许其继续前行 这样的设计名为运河闸门 大西洋那边有三个 太平洋那边有两个 这让船只比海平面高26米 运营这个闸门系统需要储备超大量的水 幸好 低洼的查格雷斯河提供了一个天然解决方案 通过在河流入海的缺口处修建大坝 淹没整个山谷 加通大坝高32米 宽800多米 比以前建造的任何大坝都要大 美国人不需要开凿整座山 而只需要开凿运河本身的通道 尽管如此 这项工程仍然十分艰巨 即便接续了法国人已完成的部分 24000名工人也花了9年多的时间 才炸开铲平并攥出库莱布拉湾 一个约14公里长跨越大陆分水岭的通道 升级于改道过后的铁路跟随运河 运走了超过7600万立方公尺的开拔岩石 用于加通大坝的修建 建设只是奋战的一半 带队的军队官员艰难地维持基础设施与卫生 但是事故和疾病带走了5000名工人的生命 大部分是加勒比的黑人外来劳工 然而在1913秋天 胜利时刻终于到来了 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出一则电报后 堤坝被炸开 淹没了库莱布拉湾 并且连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 如今每年大约有一万四千只船行驶过地下 行驶时间低于12小时 运河成为了巴拿马的主要收入来源 由于巴拿马在1999年得到了运河的所有权 运河也变成了提升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观看这段视频 深入探索比萨斜塔800年的历史和建筑 了解是什么 让这个建筑具有这么出名的倾斜度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周观看新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